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议爆料台中市府顾问 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涉嫌了金华城的案件 蔡壁如则表示将对于洪建议提告 那么蔡壁如透露过去曾收到监察院来含指证 金华城容积率的问题 因此安排都发局在陈会中和柯文哲报告 但是会议中并没有任何的金华城相关人士参与 那么台北市议员的洪建议 影射蔡壁如是金华城的幕后黑手藏进人 更指控蔡壁如下手遇交办金华城案件 对此马德独家还原下手遇的细节 当年蔡壁如在当科办主任时 确实有安排陈会讨论金华城案件 但当时是因为监察院来含 询问金华城的392%的容积率的事宜 蔡壁如才会安排陈会 并且请都发局向柯文哲报告 而且这场会议当中 完全没有任何金华城的人事出席 洪建议口中所谓蔡壁如下手遇 交办金华城的内容是什么状况呢 好先跟大家说 因为之前蔡壁如她是担任 柯文哲市长室的主任 柯文哲办公室的主任 所以她身为主任 她会去安排陈会的行程 而针对金华城的案子 确实蔡壁如有安排处理金华城的案子 可是蔡壁如为什么会安排 要处理金华城的案子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监察院来含 北市府 监察院来含北市府来询问 金华城的容积率 百分之三九二到百分之五百六十 这一段 所以是因为监察院来含的关系 蔡壁如收到监察院的含 然后才因此来安排这个陈会 而这个陈会里面 她是找都发局的人来开陈会的 这一场陈会里面 没有金华城的人士在里面 那请问一下 蔡壁如这边要有什么样子的图例 而且重点是 从三九二到五六零的这一段 其实监察院也认为不合理 监察院认为金华城的容积率要到五六零 那如果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监察院都认为合理的 那就算蔡壁如安排的 这到底哪边图例了呢 洪建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到现在拿不出资料 会不会到最后翻车呢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坐等 这个洪建议到底最后的资料拿出来 会长得是什么样子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